放狠话开始 马思纯 你信不信我让你三个问题也能赢你 告诉你啊 我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就让大家看看 到底是谁有问题 太优雅了 优雅 拜托 叶阿姨 记得我从小就这么教你吗 在我叶阿叶阿学语的时候 就认识叶阿姨了 那个时候我还不会说话 但当时叶阿姨也不怎么会说话 现在我会说话了 叶阿姨你怎么还不会说话呢 我适合跟特别强的人battle 可马思纯啊 我真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纯纯 你这两年太不容易了 你知道好多人都不舍得吐你吗 也不忍心吐你 别人不忍心吐 我就忍心吐你吗 你把阿姨当什么人了 阿姨虽然不会说话 但会做人啊 叶阿姨 叶阿姨 你是真的会做人吗 你采访的那么多人里 有人是你的朋友吗 里面倒是有不少是我的朋友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你的吗 他们拉了个群 你知道群吗 你在你们家的家庭群里吗 你老师加油 加油 马思纯 你那么多朋友 有哪个是真的呢 你把周冬雨当朋友 人家有时间跟你做朋友吗 他现在为什么不带你了 是带不动吗 七月与安生 你现在过得安生吗 哎呀呀 阿姨又着急了 又不会说话了 阿姨你别着急 你一着急还挑拨起我跟冬雨的关系了 你私下不是挺温柔的吗 我刚才在后台还看到你发微信呢 宝贝在干嘛 有没有想我 要不要吃饭饭 摸摸他 啊 这么可爱吗 造谣 你在干嘛呢 宝贝 你总说自己喜欢书 但你知道 书除了封面 它还有内容吗 你知道书除了 可以用来拍照 还可以用来阅读吗 你知道 书中不仅有颜如玉 还有忽如兰吗 你当然不知道 你光顾着看这个忽兰了 我光顾着看忽兰 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我觉得他人很善良 刚才我们还打招呼来着 叶阿姨 这么多年 有人跟你问过好吗 有人在乎你的冷暖吗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很多东西 都是因果呢 我真感觉就看悬疑片 你每天要问这么多问题 你会不会想一下 自己可能也有心理问题啊 哎呀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妈呀 这个才是女人 我算是个女人 我想回家了 阿姨 阿姨虽然不被人在乎 但阿姨挺在乎你的 你一个好好的演员 不应该去拿影后吗 怎么在这儿 争气吐槽大王了 乖 别想脱口秀 回去好好演戏 没事多看看中国南岚 阿姨祝你 像南岚那样 无拘无束 健康快乐每一天 三二一 锁镖 在听完他们两个的battle之后 我现在要正式地 向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 道一个歉 抱歉 让你们害怕了 周琦在我旁边听着 刚才小声跟我说 他想走了 这样吧 在这个非常低的气氛里 我们缓和一下好不好